第五十五集 大一下学期,林奇乐加入了学校的英语协会。 他本来只是想习惯性弥补自己的短板,在他的印象里,他的英语总是很差的。 可去了一两次,林奇乐发现他居然已经能记住绝大部分托福高频词汇了。 周末的早晨,他叼着牙刷在寝室翻单词书,用手一个个往下遮挡。 不知不觉间,这些词从他脑子里一个个的往外蹦,不受控制似的。 和于乔吃饭的时候,林奇乐忽然问,你说,一个人从小到大,是不是不知不觉就会被很多人很多事改变了,哪怕那些人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 于乔说,这不废话吗? 林奇乐深吸一口气,要不是杜上他们不在,他怎么也沦落不到把这种心理话和于乔来讲。 是是是,废话废话。 林奇乐用勺子产一块煮熟的胡萝卜,很快产成一小块胡萝卜泥。 二号床学姐的男友在北里宫读物理学博士,据说,整个季从上到下单身男士特别多。 学姐在林樱桃的校内账户里找了几张游客照片,给男朋友发了过去。 说要给乐乐介绍个优质男友,不然成天被你那个出国的男神吊着。 干嘛呀,浪费青春。 林樱桃站在他床边嘟闹,结我还不想找对象。 孟立军从上铺垂下头来,一把黑发垂坠着。 他说,你还要给你男神守身如玉呀。 三号床学姐敷着面膜,回头问,乐乐,你想给他当小方吗? 林樱桃没听懂,什么小方? 几位学姐纷纷笑起来了。 他们七零八落唱起了一首老歌,林樱桃小时候也听过,却不知道那是唱什么的。 直隐约感觉是爱情歌曲。 学姐说,臭男人要从乡下回城里了,要从国内去美国了,和人家小方睡也睡了,爱也爱了。 林走说一句,谢谢你啊,我不会忘了你的。 然后他就理直气壮头也不回地走了。 梦立军又从上铺垂下头来,他说,乐乐,别等男人,他们从来都不会感激你的。 过了段时间,林奇乐在寝室和几位学姐一起涂脚指甲油。 他的脚背白,把脚指甲涂得红红的。 学姐突然从对面说,乐乐,我男人他有个学弟,看了你,照片挺想认识你的。 但是吧,林奇乐抬起头,学姐皱起眉,他说,他上周来咱们学校打球,听他队友说,有个北航的男的。 经常来学校找你吃饭,有这么一回事吗? 林奇乐愣了。 他居然从没和寝室的学姐们提起过于乔的事。 而一年多了,学姐们也从没撞见过他们。 那是我以前同学。 林奇乐说。 什么同学啊? 另一学姐问。 林奇乐想了想,坦白道,幼儿园同学,小学同学,高中同学。 乐乐你这就不对了。 二号床学姐忍俊不禁,我们还以为你成天惦记你那男神。 原来你还偷偷藏了一个北航帅哥啊。 于乔下次来的时候,发现饭桌上除了对面表情尴尬的林樱桃外, 旁边还坐了三位学姐。 还有两个人有活动,没来。 其中一位姐姐对他解释道。 另一位大姐,非常直发,涂着颜色诡异的口红, 他用手撑着脸,笑眯眯地从对面打亮于乔。 于乔不自然地问林樱桃,这干什么呀? 他一点都不乖,不解风情, 见了漂亮学姐也不懂得点头奉承,甚至不会笑一笑。 孟立军不禁在林奇乐耳边感慨,这男的太北航了。 从那之后,寝室里的学姐们就很少再提数学男神了。 转而问起林奇乐有个北航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体验。 不是不是,林奇乐忙不迭解释, 我们两家从小住一块,以前就经常一块吃饭的。 但一点用也没有。 学姐们自行聊起来了, 我听说北航飞院男的都特忙, 找他们就和异地一样。 林奇乐想, 他要不然干脆和于乔发条短信, 让他以后不要过来吃饭了。 要是有什么事就打电话说, 反正平时也没什么事。 学姐们又在寝室里热聊起来了。 根据我多年看这个言情小说的经验, 二号床学姐道, 很有可能, 林乐乐那个美国男神多年以后, 就会化身为霸道总裁, 开着宝马大奔疯狂回来, 来追求我们乐。 一号床学姐再看一本《蒙台梭丽幼儿教育科学方法》, 她评价道, 你这情节可太土了。 不对的这样。 三号床学姐把康熙来了静音了, 她扭头说, 不能光有乐乐和美国男神。 二号床学姐一拍床铺, 我想到了, 乐乐失忆了。 啊? 梦立军举着小镜子正把眉毛, 转头插一道。 二号床学姐道, 她失忆了, 然后她和北航帅哥火速成婚, 可能已经连孩子都有了。 寝室里的气氛顿时更加激动了。 没过多长时间, 这个故事就已经演化成为林乐乐被归国的霸道男神 强取豪夺。 流产又怀孕又流产, 先婚后爱恢复记忆破镜重圆的故事。 你怎么不去写小说呢? 梦立军问二号床。 二号床痛心道, 是伟大的教育事业耽误了我。 三号床这时回头一看, 哎,乐呢? 一号床看着书, 悠悠道, 你们让人失忆有孩子的时候人就跑出去洗衣服了。 林樱桃把一盆要洗的衣服放在台阶上, 她蹲在旁边, 低头想了好一会儿, 她发短信说, 你以后还是不要来找我吃饭了, 那么远, 反正吃饭也老吵架。 林樱桃, 于乔过了半小时才回, 估计才看见, 咱俩以后也没多少机会能聚了。 林樱桃望着这条短信, 不知怎么的, 她忽然非常难过。 高跟鞋敲在地板上, 距离林樱桃越来越近了。 林樱桃抬起头, 是孟立军学姐从寝室里出来, 来找她了。 干嘛呢? 又给你那个出国男神发短信啊? 孟立军也蹲下, 她抱着膝盖蹲在林樱桃旁边。 林樱桃不自然地把手机屏幕朝向自己关掉了。 我以前看大宅门的时候呢, 有个情节印象特别深, 孟立军对林樱桃讲, 里面有个女的, 就是蒋文丽眼的那个, 她喜欢上一男的, 但那男的不娶她, 她最后就嫁给那男的相片了。 林樱桃问, 嫁相片, 你以后不会要嫁给手机吧? 孟立军轻轻问她, 那眼神还有点怜悯。 大一的暑假, 林奇乐在回家的高铁上和于乔挨着坐在一起。 过去上学放学, 他们俩都常一起走, 林奇乐这是第一次感觉如坐针战。 她扭过头, 一直塞着耳机望窗外。 于乔在座位上不叫, 醒了以后问她到哪一站了。 林奇乐说了, 却有点躲闪她的目光。 于乔转头看她一眼, 没再说话。 林奇乐回了家, 她独自坐在床单上, 摆弄手里被剪了短头发的芭比娃娃。 樱桃, 你别忘了我。 蒋乔熙的声音游在耳边。 林奇乐伸低着头, 她一点声音没有, 忽然眼泪就开始一颗一颗往下掉了。 暑假聚会的时候, 林奇乐突然问杜上, 你觉得世界上会有永远不变的感情吗? 杜上续了胡须, 这让她一向单薄的脸显得更成熟了。 杜上想也不想, 说, 没有。 林奇乐望着她, 你在你女朋友面前也这么说吗? 林奇乐问她, 不不, 杜上忙道, 女朋友吗? 哪能说实话, 得哄的。 蔡方元端着小料碗过来了, 她问林奇乐和杜上要不要干谍, 于乔怎么回事, 怎么还不来? 杜上隔着一个不断冒热气的锅底, 和林奇乐也不好说话。 她干脆站起来, 端着自己麻将碗, 到林奇乐身边坐下了。 她扭头说, 樱桃, 你爸妈感情好, 我和你说说我爸妈吧。 以前我还没转学到群山工地的时候, 听我妈说, 她和我爸感情还挺好的。 杜上望着锅里飘的枸杞子, 回忆道, 后来呢, 我爸去了蒲城工地, 我妈在群山。 他们两个人就越来越远了, 矛盾, 误会就越来越多。 我妈只要跟别的叔叔说话啊, 传到我爸耳朵眼里, 他就犯邪, 他就生气, 他打了我妈, 他还不肯离婚。 林奇乐, 这是第一次听到杜上说起他父母以前的事, 说起当年这些大人们争执的缘由。 所以我现在放假没事我就去上海, 杜上直接告诉他, 能不分开就不分开, 能不异地就不异地, 我们都是普通人,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谈不下去了, 分开时间一长,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秦也云来了, 他是和于乔一起来的。 蔡方元非常惊讶, 问秦也云, 西克啊, 你怎么来了? 秦也云骂他, 西什么克啊, 你请克从来都不叫我。 蔡方元笑着吐了瓜子皮, 说, 我想叫你啊, 我这不怕你又在饭桌上和于乔闹起来, 没完没了吗? 秦也云切了一声, 他指挥着, 杜上让杜上到一边去, 他在林奇乐旁边坐下了。 你怎么了? 你和于乔不说话了? 他贴耳问他, 蔡方元坐在旁边磕瓜子, 忽然间一桌子人都很安静, 林奇乐低着头也不承认, 蔡方元抬眼一看, 发现于乔脸色也不好看, 是那种就快要发火的状态。 蔡方元打破了沉默, 点菜啊, 老几位, 都要什么呀? 他又说秦也云, 行啦行啦, 别起他哄了, 本来就单身少女不容易。 大二开学, 林奇乐每天除了上课, 就是跑去英语协会和留学生练习口语。 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练, 感觉以后也不太用得着。 2009年的国庆节, 林奇乐去大姑家吃饭, 大姑养了只英国短毛毛, 灰蓝色的, 特胖特黏人。 林奇乐走到哪儿都抱着他, 感觉自己特别被他需要。 表哥夏天陪女朋友去日本玩, 在免税店给林奇乐买了几套护肤品。 林奇乐看着那左一个圆, 右一个圆的logo, 也不认识。 他笑着说, 把两个圆扣过来。 就是香那儿了。 年底, 林奇乐考完了六级, 秦也云打电话来, 告诉林奇乐, 他在大学谈恋爱了。 林奇乐一点准备都没有。 你恋爱了? 秦也云说, 我等不到我喜欢的人, 但我可以等到愿意给我买菲拉格木的人。 林奇乐问, 他对你好吗? 还成吧, 秦也云满不在乎道, 怎么都比于乔对我强多了。 上大二之后, 于乔再没来过师大了。 他很忙, 飞院大三要出国, 如果排期得早, 大二早早的就走。 他早把雅思成绩考出来了, 开学就在准备航校的面试。 十二月份, 还是蔡方元给林樱桃打电话的时候说了一句, 于乔要去加拿大, 明年三四月份就走。 林樱桃听了, 呕了一声。 他反正也不和我说了。 林樱桃说, 蔡方元叹了口气, 等你以后有对象了, 他可能就和你说了。 林樱桃低下头, 也不知怎么接话。 蔡方元又聊起别的话题, 他说, 蒋乔熙他爸前几天把最后一笔存放在蔡方元他们家股票账户里的钱取走了。 林樱桃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我问了问我爸, 蔡方元说, 可能,他爸可能要跳槽。 林樱桃说, 蒋叔叔以后不在电剑集团上班了。 嗯。 蔡方元说。 蔡方元听着林樱桃不说话了, 你又怎么了? 林樱桃声音颤的。 蔡方元, 干嘛啊? 蔡方元吓一大跳。 林樱桃哭道, 现在就只有你会和我说蒋乔熙的事情了。 蔡方元无奈极了, 怎么着呀, 你还以为我们都把他忘了? 蔡方元说, 杜上前段时间还说呢, 他大三暑假有可能去香港交流。 他想去打听打听蒋乔熙他家里人出事儿以后住哪个医院, 他还想去学蒋乔熙一顿呢。 当成长到了某个年纪, 似乎就很难再存在什么异性之间纯洁的友谊了。 哪怕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也会慢慢变得不同。 林樱桃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鼓起勇气, 趁下课时候主动给于乔打了个电话。 于乔没接。 他发了条短信, 你干嘛不接我电话啊? 架子这么大。 于乔到晚上才回了条短信, 说他没看见, 忙呢? 你什么毛病, 有屁快放。 大二结束的那个暑假, 八月底, 发生了一件传遍整个05级实验高中校友群的事。 蔡芳元在QQ上狂敲林樱桃, 发现林樱桃不在线, 他给林樱桃的手机打电话, 也没人接, 最后是打到林樱桃家坐机上, 被林海峰叔叔接起来了。 林樱桃刚洗完澡, 他接过了听筒, 听到蔡芳元大声说, 赶紧看QQ, 蒋乔熙的照片在网上。 一位香港女中学生, 在自己的MSN Space上发布了一组照片。 我的数学家普通话新老师是不是很帅? 全港一定没有比这更帅气的家庭老师了。 有她在数学, 怎么可能不考满分? 评论里有人问, 这是实验高中的蒋乔熙吗? 博主回, 不知道哦, 她是港大金融系的高材生, 还修法学双学位, 是我和妹妹的家庭教师。 下面几乎全部是简体字的留言, 看上去这个博客短时间内已经涌入了太多网友。 大都是内地竞赛班子学习奥数的学子, 还有实验高中05级的广大校友。 这是蒋乔熙啊, 07年奥数国奖, 放弃清华保送的那个, 我听说她去伯克利学统计了。 她选了港大。 博主回复道, 她在中国大陆很有名吗? 她家境很不好, 我爹地在医院遇到她, 才请她来的。 不可能, 蒋乔熙家很有钱的, 她以前上竞赛班都有司机专车接送, 随便穿一双鞋三四千块。 07年我们省省队的数学天才, 全国一等奖本来能进世界赛的。 我还以为她去美国搞研究了, 跑去香港当家教了。 小妹妹, 好好学数学。 讲学神讲题比我们竞赛班老师还透, 你爸请他花了多少钱? 照片是从书本上方的缝隙里偷偷拍到的, 如同小女生悄悄张望的视线。 对面的年轻男人在书桌边低着头, 她握着支钢笔, 正给身边另一个看起来只有七八岁大小的小女孩, 讲解普通话汉语拼音的拼法。 她没有发现镜头, 一张脸也没有表情。 桌子上除了两个小女孩用的书本、文具, 各式各样花里胡哨的零食、玩具以外。 还有一个黑色有点掉漆了的, 印着艾森豪威尔语录的水杯, 杯口悬挂着一个茶包。 评论里最新一条留言是, 妹妹, 快删掉这些照片吧, 在香港学生做家教犯法。 蒋乔西会被港大开除, 还会被驱逐出境的, 你快删掉吧。 大三一开学, 林奇乐去了北京。 她趁着空闲时间, 在学校办该办的证明。 周四下午没课的时候, 她站在出入境接待大厅里, 人特别多, 林奇乐排着对填表、照相。 她取了单号, 只是等待的时候, 她忍不住又开始抹眼泪了。 本集完。